Hello大家,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 其实在国内好像都已经不把它叫做妇女节了 叫做女神节啊 祝女神们节日快乐 不管是认识我的还是不认识我的 看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还是不看我的视频的这些女性朋友们 其实我的观众也好 我的客人也好 还是女士们更多一些 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 能够帮助和教导我的女士们也是非常多 从小学中学的这些老师们 到我在航空公司的时候的一些教员们 这些教员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以及在后来我作为航空公司的乘务长之后 还是能够感觉到身边的这些女生们 真的都是非常的优秀 那个时候会想什么呢 刚刚结婚会想 如果未来能够生一个女儿 能够像他们一样优秀该多好是不是 后来有个男孩也不错 从我的角度来说 女生可能要比男生心思更加的缜密一些 情感更加的细腻一些 这都是我所看到的女生们的优点 我觉得这些从女士们身上学到的优点 都能够继续让我为我的客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实平时好像不是特别在节日里面送祝福 未来我检讨该送的祝福还是要送 那今天在祝福的同时呢 还是有一些小分享啊 前两天有观众问我 有没有看到过内缝凯丽包 用Epsom皮或者用TC皮 其实这样的配置我都有看过 今天也会有观众在问我说 有没有看到过什么颜色的touch包包 就是鳄鱼皮拼普皮的这样的一些包包 就我目前的感受我越来越不敢说爱马仕一定没有什么配置的什么包 这样的话好像越来越不敢说了 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把包包拿出来 看一下这个包包的一些特征 一些细节是不是正品的呈现 所以今天在送出祝福的同时呢 也是聊一下啊 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什么配置的什么什么爱马仕包包呢 这个真的说不准啊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还是私信我看一下他的细节 是不是爱马仕的特征来解除你的疑虑 我们明天见拜拜